阿格納遇上重磅核勝,美軍兩小時,打遍烏克蘭 不若如何優化部隊,打敗俄羅斯,打壓與防空系統騙 不若如何優化部隊,打敗俄羅斯,火炮與反坦克飛彈騙 大家好,歡迎來到新冷智晴身,我是林遠山 首先請大家訂閱、點贊、轉發給你的朋友 下面開始我們的節目 俄軍的開戰三大目標,去軍事化、解放頓巴士、去納水化 在此坦8個月後,完成率為0 俄軍沈芝尼烏軍的核心陣地斯洛維揚斯亞 還在馬托斯亞的郊區 門都未看到,現在的俄軍已經是屢戰屢敗 換忽職手動作,將伊錦武和李孟都搭進去的程度 黑尺大橋亦被炸了 現在他們在黑尔松,又免臨撤軍 而且,東貴還免臨著重紮巴羅爾州撤退 一旦有所動作,還免臨美軍的壓制 阿格納社團表示,一旦從黑尔松撤退 俄軍的損失,將超過黑尔方夫的損失 大量重武器和彈藥,難以割殼,只能遺棄 多份報告稱,俄軍從這把殼水電大白藍不兩端 帶著搶來的秋帥馬桶和洗衣機等戰利品一起自立 這點已經被多個當地消息來源證實 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位議員,在念書上披露 俄軍從恩古列治學的斯里胡里夫卡 撤離了正規部隊,留下了頓班司的洞瑜兵 阻實了俄軍的總體戰略之一 犧牲前線陣地上的洞瑜兵 據報導,在撤軍問題上 普京和前線總指揮蘇洛維金已經爆發了分歧 蘇洛維金主將撤出刻意重生,不滅死戰 而普京則認為黑松關係重大,絕不能放棄 現在就看蘇洛維金這個戰場總指揮的投降 終能待多久 勞金斯亞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海大宣布 降雨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勞金斯亞地區烏軍的進攻 因此被卡住了,不過好事實還是有 軍事專家加拉布斯基表示 烏蘭很可能在短期內,親自和軍身援領頓 最未有上來的時候,繞過斯亞特夫,直奔斯塔羅比爾斯克推進 在巴赫穆特,俄羅斯人用了四個多月的時間 動用了他們最好的軍隊,付出了無數的損失 現在幾日內,就被從巴赫穆特趕了出去 原來因為烏蘭掉來了精藥的第九十三機械化鋁 讓這個戰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南部,俄關物流現在完全依賴於從塔金羅格到馬利乎波爾 比爾江斯克梅利托波爾的公路 歪375公里長,只需7小時 但走過這條路的人都知道 大約四分之一路程倒出來,是坑坑磨坑的 只能開每小心10公里 屬性烏蘭的當下的人都知道 烏蘭的南部供應,會因如此龜速後勤 在那中間面臨嚴重的短缺 普京無法維持俄軍與索邦羅園人口 如果俄軍冬貴不從索邦羅園樂支軍 便會出現十幾個世紀以來最大量生命損失場景 最后可能结果是 还未等到普京下令将尽可能当成的乌克兰人 驱逐到俄罗斯之前 俄军可能就不得不 自己就似乎到今年2月20日的位置 此外,美军101空降使一个女儿 已经在罗马尼亚的北约空军基地 将行战斗部署 101空降使可以说是世界上机动性最强的作战三兵 他们通过直升机移动 几乎可以对付任何部队 而且仲仲能打胜仗 1014使用的直升机 2小时内可以往返飞行约550至600公里 作而将一支顶级的步兵部队 降落到乌克兰战场上的任何地带 苏罗维金将军 如果你要在乌克兰境内黑海水壁 挖距离任何不弱国家不远的地方 引爆任何原子武器 101空降使的存在 你就必须要考虑 2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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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兵立刻而重臣 其指挥部在上周门发出警告 对于毫无行动能力的敌人 这就将是极其困难的 就在战争的空间 一些军事专家正在反思 不如军队能从乌亚战争中吸取什么教训 不如武器专家赛勒是反思俄乌战争的专家之人 他认为首先主战坦克是不可坏决的 用硬杀箱主动防护系统 如果无主动防护系统 价值千万美元的装夹车 将未二十万美元的反弹飞弹攻击 而且 HAPS 必须能够探查 识别和摧毁自杀式无人机 防空部队无法击落所有自杀式无人机 因此HAPS 至关重要 而且与地对空飞弹或智能高射炮的成本相比 HAPS 是保护装甲部队的最便宜的解决方案 即使如此 不弱部队亦需要更多的机动短程防空 类似德国的猎炮防空坦压的系统 需要卷土重来 因为独刺飞弹太昂贵了 无法对付廉价的无人机群 亦需要阻止的人在北约领土上 只用征则无人机 由于征则无人机 比自杀式无人机飞得更高 所以需要防空系统 蔡良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 是配备空空飞弹的空战无人机 就好像配备了AIM-9H BLONK2 影响尾射飞弹的MQ-9收割者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也可击落地人的巡航飞弹 以及超低飞行的直升机 跟平的一击缸制度迷你的火火箭弹 一流攻击侵察无人机 但不约军队 亦将所有的防御系统 保卫关键基础设施 城市和关键后勤和指挥所 以防御敌人的空中和巡航飞弹攻击 AIM-9H BLONK2 NASAM-3 天刀 垂花魂帽 这些不弱技术的防空飞弹系统 需要大量购买 当然 现在就需要三十多个系统 来保卫其主要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 为了沿线防空 即使像是爱国JPAC-3 MSE 或此小兆防空飞弹平台 那样的长程系统 这两个系统都有反弹独飞弹能力 除了坦克 配备大口径火炮的步兵战车 亦是不可怀揭的 WAREN BTR 四轮式步兵战车 用30毫米的大炮射射并出卫了俄罗斯的BMP战车 而30毫米是美来自动加农炮的最低要求 法国和英国已经转向40毫米 美国转向50毫米加农炮 这两种加农炮应该能够摧毁所有老式的俄罗斯坦克 蔡立认为需要加强轻型军队的火力 即在战术车上增加30毫米连炮 极大改善轻型部队在遇到中营或重营 敌人编队时的作战能力 同样在轻型和中营编队中增加驱逐战车 反他飞弹的成本比驱逐战车发射的120毫米 反他穿夹弹高得多 而穿夹弹的射速亦更高 除了更多的火炮火力 轻型部队还需要更多的反他飞弹 设程越长越好 如法国的阿克勇MP 美国的标枪和以色列的长钛 都是射陷不理的反他飞弹 可以摧毁所有类型的装夹车 但不弱国家必须升级它们 而欺骗或逃避敌方打上的HAPS系统 还要在所有轻型编累中 增加不少非视距反他飞弹发射车 让部队能够打击远离前线的敌人装夹 最新的长钛远程飞弹 可以打击50公里外的目标 另外不如部队应增加更多的自走炮 拖鱼式流打炮可能会成为一种利机能力 而自走炮如法国的改杀将成为新飘配 然而不如将安全自动系统发展 如德国的RSH-15 瑞典的射手式 华斯洛伐克的祖舍林义 与埃萨相比 这些系统射击和炮机速度更快 而且炮兵不便离开装甲仓来操作榴弹炮 对于重型部队来说 需要获得更多 像鞋式或PSH-2000自走炮 与战斗机相比 火炮设备、操作、弹药都便宜很多 M982神监说 长短制制度火山等精博、弹药都不太贵 而火山的射程高达100公里 将自走炮和精博制飞弹药、 政策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群搭配使用 将士北约的火炮能在的人后方深处 出位车辆及部队 因此,北约炮兵旅应增加自杂式无人机型 配备偵察及自杂式无人机、自走炮、反炮兵雷达 及大量海马士M270A2多管火箭炮 并为它们配备制度多管火箭弹、 增程制度多管火箭弹及陆军战术飞弹或精准打击飞弹 这些装备足够打击到敌后500公里 还有应进化实现从海马士上发射 AGM-800虾武反复射飞弹 兵能掃描、探索及自动攻击地人的干扰器 防空雷达、反炮兵雷达、讯号站、电子战系统等等 最后同样重要是迫击炮 虽然步兵仍然必须攜低60毫米及81毫米的迫击炮 但应该机动化所有120毫米迫击炮 将其安装在吉普车、轮式平台或理带式车辆上 它们在行动租会更加快 有更高的瞄准及更高的射速 而且可以和它们装上硬杀伤主动防护系统 不受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 而且就像自走炮一样 吹势是自动化、全封闭及装夹系统 以保护士兵 对于不一部队需要从乌亚战争中急着的教训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参考,按订阅,转发这个频道 这个节目 或训练